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台北南港有一家日式串烤店 吸引很多客人闻香而来的 就是这碗鰻鱼饭 老板为了掌控品质 自己在云林口湖养殖鰻鱼 从产地到餐桌 老板亲力亲为 先蒸再烤的亲口鰻 淋上了是店家自己熬煮的蒲烧酱 吃起来酱香浓郁 肉质非常软嫩 这里还有提供白烧鰻鱼饭 简单撒上了自炒的干贝盐 提升鲜度 探烤之后烤感很湿润 带一点酥香 更能显现出鰻鱼本身的鲜甜滋味 我今天这份餐点我卖你 我是可以赚到钱 但是前提下 我不要让它去影响到你的健康 杨诚化从云林北港 北漂到台北南港 创业开店 把安全健康摆在第一顺位 他的鰻鱼饭 挑出细次 不会炸口 去日本有吃过一次真正的鰻鱼饭 但是我觉得这家还比日本好吃 它的酱汁跟肉就是有结合在一起 就是真的还蛮甜美的 重视鰻鱼质量 他在云林口湖自己养起鰻鱼 自己养殖的部分品质比较好空出来 那因为就是我们只要把它养肥 然后把它定它顾好 这样就好 你采购采过来的品质会比较不一定 有些可能它生长环境 喂食的次数 然后肥肥度其实都会不一 开满方式才用关东式的背开法 阳城化摸索一年多的时间 才有现在的俐落精准 因为你开背的话 它肚子这边是比较有弹性 那你在料理的过程 它不至于会裂开成变两变 它完整性比较够 片下来的鰻鱼骨 风干之后烤出香气 是做成蒲烧酱的食材之一 站在考台前的年轻面孔 他是杨城化的儿子杨志浩 国中开始就跟在爸爸身边学习 就算是父子 杨城化已是同仁 长得就已经很凶了 看到他这个脸就会怕 食品它的品质 会影响到客人的服务之类的 他都会比较严厉的要求一点 严厉两个字展现在料理上 不取巧不求快 用清酒烤过的鰻鱼骨 还有纯酿造酱油 花时间慢慢熬至不烧酱 一种鰻鱼酱通常从开始制作到成品 快的话是一天 如果冬天就比较冷的 你要生到那种 那种的盘子都要煮得出来 都差不多两天 用炭火烧烤鰻鱼 温度比瓦斯来得高 可以在这短时间锁住鰻鱼甜度 因为你需要让它漏慢慢熟成 然后会绵密 那表皮又要火候又要酷 要让它可以酥脆起来这样 差不多七八分锁就可以把它吃了 有些妈妈会带小朋友来吃 她会比较容易明显觉得 有吃还是什么怕危险 所以我们就干脆就是多花一点工夫 把这个食物处理在这里 每个细节都要求挺胜 还得蒸过再烤 就是蒸的过程里面 让它的肉体该有的甜度 先保持在那个满体里面 那不会说一下子你拿来烤的时候 水分都流出去了 水分这样 杨强化爱吃鰻鱼饭 喜欢到吃遍台湾各地的鰻鱼饭 正因为知道它处理起来 备工耗食 价格不算太低 而是它告诉自己 换到客人面前的鰻鱼饭 都要做到最好 问性存费 骨烧鰻饭 酱香扑鼻 酱汁善进鰻鱼肉 融合得恰到好处 肉质细嫩软绵 搭配米饭一起吃 咸香四溢 它的肉是真的处理得很不错 然后烤得火火也很好 白烧鰻鱼饭仅用盐巴调味 杨强化不用市售金盐 而是自己制作干贝盐提升鲜度 玫瑰也比较会有那个肥肝 微微的肥肝这样 然后它跟干贝加在一起的时候 它呈现出来那个味道很顺 如果你火火过大 它也翻透 像现在夏天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冬天有时候炒起来 炒两三个小时还在炒 它就炒到干掉这样 每件事情做来都不轻松 宛如他的人生 慢慢一步一步拼过来 13岁就从云林北上做铁工 后来成家有了孩子 为了增加收入 开始白天当铁工 晚上摆摊卖串销的忙碌生活 每天推摊子啊 然后刮风下雨 你也是要做生意啊 然后生意时好时坏不稳定 烧烤这一块 我从来没有想到放进去 渐渐的 他把重心放在串烧上 路边摊一脉就40年 过大道店面后 生意难免起起落落 但他还是把品质看得最重要 尤其是像白烧鰻鱼 看似简单 却也最困难 下调味 拿捏的准度要很精准 他就好像一个很漂亮的女生 完全没话中 站在你面前 他长怎样就是怎样 你没办法修饰他 白烧满鱼饭 用干贝盐带出鲜味 外皮烤到酥酥脆脆 里头饱有性嫩口感 丝毫不带土味 做吃的 自己看得到才安心 手工刮下腌制过的 鲜鱼卵明太子 有整包现成的 但是那个就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 你客人在问我的时候说 OK 你们在做真正明太子 我不敢回答 那我们自己刮 它就是明太子 比较天然 烧烤明太子鸡肉串 火候难捏是单件 一开始肉串就是大火 把肉汁先锁住 那再来差不多七八分手之后 再上明太子酱 那明太子上完之后 再用製造的方式 把那个明太子的香气再拉高一阵 明太子鸡肉菜 香浓明太子 融合吃嫩多汁的鸡腿肉 咸甜浇汁味道很搭调 我觉得它的鸡肉还蛮嫩的 那它的明太子上面它加了非常多 所以我觉得吃起来有很大的满足感 用盐巴还有清酒腌制过的五鱼 吊挂风干之后经过烧烤 五鱼一夜干 油脂丰富散发淡淡的香气 外皮鲜香酥脆 鱼肉扎实不带腥味 酒蒸蛤蜊洋溢鲜甜 来自故乡云林的蛤蜊 各个肥美饱满口感谈嫩 在店里不难发现 员工亲一色都很年轻 杨诚化对待员工以严格著称 加上长相凶狠 常常给人一种距离感 但意外的是 店内流动率却很低 不只工作上面的东西 它也教我如何做人出事道理 因为这些东西学校都学不到 每个小孩英才试教 每个人喜欢的 可以接受的教育方式不一样 有些你就必须严格的要求他 有些你只要夸奖他一下 他就会把事情做得更好 烤台前炙热高温 留下的汗水不会白费 每一步走过的路 都让自己更加茁壮 那般热情有如火焰 继续燃烧出迷人的韵味香气 各位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非凡大探索 我是刘祝华 这一阵子因为疫情的关系 不能出国玩 把大家都给闷坏了 今天的节目 我们就要带您品尝几家 很特别的日本料理跟韩式料理 感受一下不同的异国风味 首先在台北林森北路的巷弄里 有一家开业将近20年的韩国烤肉 他们的去骨牛小排 靠着独门的腌渍调味 烧烤过后肉嫩多重 香气迷人 另外这道辣烤猪五花 用道地的韩国辣酱 腌渍过后入口为辣 却带有淡淡的甜味 令人意犹未尽 去骨牛小排 在高温炙烤之下 一直作响 散发诱人的气味 红通通的辣烤猪五花 烤得嘀嘀啵啵 焦香四溢皮脆肉嫩 外表会比较脆 那它的肉质是不会到很老 所以整体吃起来是非常酥爽 那口感的部分也很够 跟我以往去韩国吃到的烤肉味道 是差不多的 2001年就开业的这家韩式烤肉店 就位在素咬韩国餐厅一条街的 零三北路巷弄里面临强敌环四始终屹立不遥 我跟我先生是已经吃了二十几年油 因为他们的酱蛮特别的 不一样 能吸引老主部紧紧登随 在于这里的肉品经过老板 独家腌制而成 像要腌制美国Chiris等级的去骨牛小排 葱和洋葱不能少 还要加上可乐 可乐的话可以让肉质的部分更软嫩 各种调味料纷纷入锅 牛小排得腌制两天才能完全入味 一天的话口感上可能肉不会那么 很软那么嫩 贴心的是在这里烤肉不用自己动手 有专人为你服务 大概七分手 因为如果太深的话 吃起来会口感会变得比较腻 如果太熟的话会变得太干彩 腌制过的去骨牛小排滋味迷人 柔嫩中带有一点点的咬劲 还可以搭配生菜一起吃 里头包着泡菜 豆芽和蒜片 口感更加清爽 口感蛮嫩的 然后吃起来不会说很油腻的感觉 很棒 很好吃 小菜不过一个再加 八十年次的赵佩蓉是这家店的第二代 爸爸是韩国华侨 当年在台湾卖起韩式烤肉 靠着独特的口味打响了名号 2013年赵佩蓉接下这一间店 其实历经一帆拉扯 以前小时候就有来这边帮忙 帮忙几天就会跟爸爸吵架 就叛逆 在吵架我就会离开 隔天我就不来上班这样子 自从当完兵之后才比较不会落下 其实他在做的时候 他在喝 会跟他旁边看 对 就是慢慢的学 过去的拍蜜小子长大了 担心守着老店 延续爸爸的做法 腌制辣烤猪五花 使用韩国进口的辣酱 台湾的会比较咸 韩国的话会比较稍微带点甜味 那辣烤猪五花这个 其实在韩国也吃的台岛一样的味道 对 这是爸爸他自己研发出来的味道 猪五花随着高温上下起伏 仿佛在跳舞一样 我们用的都是猪结枯 我们用的锅盖是比较长的 用这个烤 辣烤猪五花烤起来 味道跟用现在的锅子烤 味道会完全不一样